同学们,刚才我们学习了法语音速的发音以及一些拼音规则 提及到了法语字母当中有的字母带有不同的音符 例如我们刚刚讲到字母阿 它还有带有开音符的字母阿 以及带有长音符的字母阿 这三个字母阿,均发,阿这个音 其实在将来的学习当中 我们还会遇到更多带有其他音符的字母 例如我们会碰到带有分音符的阿或者一等等 很明显,法语字母比起英语的26个字母稍有不同 在此,我们将拓展一下这个知识点 现在请大家看看以下这两个表格 表格一列举的是法语的26个基本字母 这26个基本字母是从拉丁语继承而来 与我们常见的英文字母大致相同 大小写的写法亦是一样 除此之外,请大家认真看看第二个表格 表格二列举了在法语中独有的16个字母的大小写 也就是说,不存在于表格一所列举的26个基本字母当中 请大家仔细观察一下 这16个字母当中有14个字母均带有我们刚刚所讲的音符 我们把所有的音符归为以下几类 一,在法语字母上方带有类似汉语拼音第二声的 我们称之为B音符 例如,我们看看以下这个带有B音符的A 第二种是字母上方带有类似汉语拼音四声的 我们称之为开音符 这样的字母有,带有开音符的A、A以及U 第三类,法语字母上带有小件帽子的,我们称为长音符 类似的字母有,A、A、U、I 第四类,我们还有两个原音,I以及A,上面带有两个原点 我们将之称为分音符 最后一类,也就是字母C,底下带有一个类似小蝌蚪式的音符 我们称之为软音符 请大家注意一下,在书写单词的时候 千万不要漏掉这些音符 因为这些音符一旦被漏掉之后 整个单词的意思有可能被改变 另外,在第二个表格当中除去这14个带有音符的字母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剩下两个字母是连写而成的 第一个连写的字母是O、A连写 第二个连写的字母是A、A连写 同样,请大家注意,在你书写带有这两个连写字母的时候 千万不能把这两个字母分开,一定要连在一起 因为如果你分开书写,就会变成单独的O、E或者是A、E 综上所述,我们学习的法语它拥有42个字母 接下来,我们仔细讲解一下表格2当中法语独有的这16个字母 以便增进大家对法语的认识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两个连体字母,O、E以及A、E 第一个,O、E 这个字母是中世纪拉丁文所用的字母 在现代法语当中也保留了下来,并且使用 在现代法语当中有好些单词采用这一个字母 这个字母也在音标当中存在 例如,我们看一下这三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G,G,G,它表示心,心脏的意思 第二个单词,S,S,S,它表示姐姐或者妹妹 第三个单词,E,E,它表示眼睛 这三个单词均用到了O、O,连写的这个字母 接下来,第二个连写字母,A、O,它也是从拉丁语而来的 这个字母在古英语和古法语当中均有使用 在现代法语当中,保留A、O,这个连字的 多是从拉丁文当中借来的词 例如,我们在法语当中说等等这个单词 我们用的是ECDEHA ECDEHA,它实际上是直接从拉丁语中借过来的借词 我们还可以将之缩写成O,D,C,加一个原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EXECO,EXECO,它的意思是并列 比如说并列的名词 EXECO,它也是一个直接从拉丁文中借来的词 最后一个例子 GUIGILOM VITE,GUIGILOM VITE 同样的,这也是一个从拉丁语中直接借来的词 是简历的意思,我们会通常简写为CV 在这个单词当中,VDE的DE,A,A也是连写的 好,讲完这两个连写的字母 我们来讲讲其余14个带有便于符号的字母 其实很多同学看到这些带有音符的字母 都会有一个疑问 带有音符的字母和普通字母到底有什么区别 其实,如同其名称所说 编音符号,它第一个意义在于 拥有编音符号的字母 在发音上与不带有编音符号的字母是有所区别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编音符号改变了字母的读音 例如,在法语当中 带有B音符的A,它发的是A这个音 而带有长音符的A,它发的是A这个音 发A跟A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发音 除此以外,有的字母带有编音符号 可能对其发音并没有太大影响 但是它会改变单词的意义 例如,今天我们学了三个A 一个是基础的字母A 一个是带有开音符的字母A 一个是带有长音符的字母A 虽然这三个A在单词中都发为A 在发音上,大家觉得并无区别 但是,在法语当中存在两个单词 LA,LA,这两个单词在发音上均发为LA 但是在意思上,第一个LA是指的定贯词 后面需要紧跟单数音信名词 而第二个LA,也就是带有开音符的这个LA 它是一个副词,表示那,在那里 比如说,Je suis LA,我在这儿呢 它是表示地点的一个副词 因此,编音符号的第二个功能 不是为了区别发音 而是要将同音意义词区分开来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请大家看以下这两个单词 物,物 从发音上,这两个单词均读为物 但是,第一个单词物的意思是或者 我们举一个例子 LA,Bourse ou LA,V 你到底是要钱还是要命啊 对吧,这个U是或者的意思 而第二个单词,物 它的这个字母Y上面带了一个开音符 那就变成了一个疑问副词 意思是哪儿,在哪里 我们看看以下这个例句 U,VADUE,U,VADUE 你要去哪里啊,你要去哪里啊 大家可以从这两个例子当中看出 一个变音符号的差别 它的含义差了很多 其实,变音符号首先出现在法语字母中 是从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后半期 今年开始的,也就是约16世纪中下旬的时候 这一时期也是法语这门语言在发展历史上 经历的一个重要和最为关键的时刻 法语无论是从语法规则 还是拼写规则上都得到了极大的修改和完善 我们现在看到的变音符 开音符,长音符等 都是在16世纪后半期 以及之后的两三个世纪当中逐步出现的 并且出现的地方是从印刷本开始的 其原因大致是因为 拉丁字母无法满足法语单词的发音 以及书写需要 文艺复兴时期的印刷商 便决定启用不同的变音符号 将不同的单词在读音和书写上加以区分 因此,这些变音符号并非一蹴而就 是通过接下来两三个世纪漫长的时光 才逐步确定下来的 而在这一过程当中 很多单词通过变音符号的使用得以简化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以下这几个单词 表示学校的这个单词 EKOL 它的首字母E 变成了带有变音符号的首字母E 因此,第二个字母S就被去掉了 接下来后头的C-H-O-L-E当中 A-S因为不发音也被去掉了 因此,我们现在写EKOL这个单词 非常简单的就写为 带有兵符的E C-O-L-E 而第二个单词ET ET这个单词在法语中使用频率非常的高 它表示是 一开始ET它的拼写方式是 E-S-D-E-H-E 后来也是因为在第一个首字母E上面加了长音符 第二个字母S便被抹去了 接下来这个单词FIDEL 它后面有两个辅音字母L组成 当FIDEL这个单词 第一个字母E上面加上开音符以后 两个辅音字母L便变成一个辅音字母L了 类似的例子 还有C-C-H-E-T C-H-E-T C-H-E-T这个单词表示秘密的意思 它在中间那个字母E上面加上开音符之后 后面的辅音字母双写DE也变成单独的一个DE了 C-H-E-T表示秘密的意思 但是语言始终是发展的 就在上个世纪90年代 法国、比利时、回北克的法语语言委员会 提出了一个拼写的改革方案 我们称为法语拼写改革方案 这套改革方案得到了法兰西学院的认可 并决定进行推行 此方案在之后的二十几年内 引起了激烈的广泛的争论 最终在前两年 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予以实施 方案涉及到法语拼写的方方面面 而其中有好些条例 又恰恰涉及到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变音符号 有好些变音符号 希望通过这个方案而进一步的进行简化 接下来我们列举几项 变音符号在此改革当中得以改变的条例 首先第一条 有部分带有变音符号的单词 特别是带有长音符的单词 这一个变音符号将会被去掉 例如我们来看看以下这几个单词 第一个固 表示成本的意思 它在此拼写改革方案之后 就会被去掉长音符 直接写成 C-O-U-D 第二个单词 Bahetre 在此方案改革之后 字母一上面的长音符也会被去掉 同理 Antrene这个单词 Metres这个单词 它们的字母一上面的长音符都会被去掉 还原成一个原点的字母一 因此同学们 当你们在查询2016年以后改版过的 无论是教材还是词典 你们都会看到这些已经被修订过的单词拼写 例如我在线上的一部词典上所做的截图 大家请看 也是以雇这个单词作为例子 这个截图上面 它显示出来的字母一上面的长音符已经被去掉了 但是大家请看 它第一项解释就说明了 这一个单词是根据1990年的拼写改革方案而来 它以前的形式是一上面带有长音符的 类似于这样子的词条解释 大家在将来新版的修订过的词典当中 均会看到 接下来我们看看下一条 拼写方案当中又明确指出 并非所有的长音符会被去掉 在那些音符对于词意 有着至关重要意义的单词 音符会被保留 其实也就是说 当这个音符加入字母上方 是为了区分同音意义词的时候 那么这一个音符是会被保留的 是不会被抹去的 例如我们看看以下这两个例子 首先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单词 字母上面没有带任何音符 它的意思是墙 墙壁 而第二个单词 它中间的字母 上面带有了长音符 它的意思是成熟的 它是一个形容词 像这样类似以音符区分意义的单词 我们是不会改变其拼写方式的 例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第一个也是不带有任何的音符 它是一个介词 表示在什么什么以上 而第二个在字母 上面带有一个长音符 它便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意思为安全的确定的 因此第二个 上面的长音符 是不会被去掉的 请大家在学习法语的时候 多多留意 特别是这些 必须带有音符的单词的拼写上面 千万不要遗漏掉这些音符 因为有的单词 一旦不带有这些特殊的音符 它的整个意思将会被改变 在拼写方案当中 还有一条 它也涉及到音符的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字母 开音符 在一批单词当中 带有并音符的字母 将变成带有开音符的字母 具体来说 当字母 在另一个字母之后 且紧随其后的音节中 含有一个哑音 时 这个时候 我们要采用带有开音符的 而不再使用带有并音符的 我们来看看 以下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AVEMO AVEMO 这个单词当中 在原有的拼写上 两个R 都是带有并音符的字母R 而经过这一次的拼写修改法案 我们将会把第二个带有并音符的R 变成带有开音符的R 同样的 第二个例子 SESHES SESHES 我们看到 在S后面那个R 本来是一个带有并音符的R 但是因为它后面紧接了一个字母 其紧随其后的这个音节 SH 它含有一个哑音R 所以我们会将 S后面这个带有并音符的R 变成带有开音符的R 其实 这次的法语拼写修正法案 不仅涉及到 带有特殊音符的单词 它的拼写的简化 以及拼写的改变 它其实还涉及到其他的 例如联字符号的修正等等 至此以后 法语教材编写 以及法语字典的编写 将采用新的书写方式 但可以预见的是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 这两种拼写方式将并存 且都是正确的 我们现在使用的这套教材 因为是出版于2016年以前 所以我们还是采用的 传统的拼写方式 但同时 大家也应该意识到 有些法语的字母拼写 已经出现了变化 同学们 今天我们从法语字母入手 讲了那么多 其实可以从中窥见 法语这门语言的发展历史 其实每一门语言都是发展变化的 并非禁止不动 而每次拼写规则的变化 其目的都是为了将它变为更为简便 更符合逻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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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